做完之后呢会觉得哇很有能量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四个题目 然后一起回顾吧 嗨我是Wendy 这支影片呢我会用十个题目来分享 和回顾一下我的2021年 因为在我从台湾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呢 在每一年我都会给自己做一个愿景版 然后呢现在是2021年的尾声 但我觉得上面应该是已经2022年了 然后我在2022年新的一年会一样 会给自己做一个愿景版 那我觉得在做愿景版之前呢 应该要先回顾一下2021年 到底在做了什么 好因为我平常有空的时候 我还蛮喜欢看一些说书的频道 我会看好业的频道 然后他就有做一集影片 就是他是用22道题目来回顾2021年 那我从22个题目里面呢 挑了10个题目 我觉得是比较有感觉的 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也觉得 哇其实我也在2021年做了蛮多事情 然后也觉得自己很幸运 突然觉得很有能量 所以想要录这支影片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10个题目 然后一起回顾吧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 你的10大成就 然后这个10大成就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大事 也可以是很小的事情 比如说突破自己的内心啊 就是小小的事情也可以 然后那时候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哇10个成就也好多哦 结果当我写下来的时候还不够写 对然后在写的过程当中就发现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一直去追求 然后去忘记看到鼓励自己 然后完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做完之后 就还蛮有成就感 然后也觉得蛮肯定自己的 然后充满满满的活力 第一个是看书 嗯就是虽然有做生活很忙碌 不过我还是一直有培养 然后有坚持看书的习惯 然后在每次看书里面就会获得一些知识 就会推进我 然后也会让我去思考一些问题 觉得看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虽然生活很忙碌 不过有时候我有空的时候 我还是会坚持看书 好然后第二个是运动 就是我有一直保持运动 除了想要维持身材之外呢 因为我真的太爱吃了 就是我有坚持运动 然后也发现运动可以 嗯在我低潮的时候 让我安静下来 然后去感受一下 有时候拉筋啊 感受一下自己身体 身体跟心里面 然后让自己的思考沉淀 让自己的情绪沉淀 然后也因为运动 我觉得身体的状况有比较好 就是比较不容易感冒啊 所以我觉得 第二个是坚持运动 然后第三个是不迟到 就是其实 我以前在台湾的歌姓是 每次都是压线出门 然后时间都算得很准 然后就是很充满 然后东西可能出门前 就是会乱丢 然后回来再收拾 不过呢 我来新加坡之后呢 几乎不迟到 几乎没有迟到过 然后就是 觉得这是一个 蛮大的成就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 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第三个就是不迟到 然后第四个就是 重解买需要的东西 然后没有需要的时候呢 就不要囤积 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 很cure ball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丢 然后会觉得 哦便宜 看到买几送几啊 我就会买 然后就发现 家里乱七八糟的 然后自从 接触到重解之后呢 觉得有干净的环境 然后环境就代表心理 如果你的环境是很干净 整洁的 你的心情自然就会很好 所以呢 现在我也不开始乱买东西 然后每次买东西之前 我就会思考 这个是我需要 还是我想要的 嗯 然后也可以降低乱花钱的 换习惯 好 这就是第四个成就 重解 买需要的东西 然后不囤积 第五个就是赖床 我以前超爱赖床 而且我一睡觉起来 我就会赖床之外 我就会滑手机 然后一下时间就没了 现在就觉得 嗯 时间很宝贵 然后赖床有时候就会让 可能想说滑一下手机 可是 导致于出门的时候就会很赶 然后心情就会觉得很浮躁 第五个成就不赖床 第六个就是滑手机 现在的C产品很发达 然后有时候滑手机滑手机 真的很消耗时间 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想滑 有时候真的是习惯 然后为了滑而滑 然后我觉得 生活真的很忙碌 平常上下班的时间很长 然后下班之后呢 可能要陪伴父母 陪伴家人 然后跟摄影师相处 我觉得人与人的之间的相处 是有温度的 然后我也觉得要珍惜 所以我也改掉滑手机 这个习惯 然后去专注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当下 然后去陪伴这件事 我改掉第六个 习惯就是滑手机 还有第七个就是 觉得这个成就 觉得自己很肯定 自己就是 我每天早上都会帮摄影师做早餐 然后准备水果 因为在还没有认识他之前 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然后早餐可能就是去 超市买那种两块 一块钱 然后可能有两个面包那种 然后吃了就很不健康 然后我就觉得他平常很照顾我 然后工作也很忙 很辛苦 所以我要帮他做早餐跟准备水果 然后从 我跟他在一起到现在 然后在2021年这一整年 我每天都有帮他做早餐跟准备水果 有时候真的很忙没办法 真的真的是很少数没有办法很忙的时候 我就会去买现成的早餐给他 这样子 好这是我第七个成就 帮摄影师做早餐 然后第八个就是我每周都有上片 都有更新影片 我那时候还觉得我代班之后应该会不太有时间去更新影片 可是我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就是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写愿景吧 然后希望我每周上片 我那时候好像写每个月上至少上一支片 结果现在就是有坚持 然后是每周上片 好这是我的第八个成就 第九个呢就是在今年20 在2021年的时候呢 的新年因为我不能回台湾 然后我就有卖新年礼物给我家人 对就是看他们的需求 然后就卖新年礼物给家人 然后寄回台湾给他们 这也是我在2021年的成就 我觉得嗯 我有做到这点 我真的还蛮开心的 然后他们收到礼物的开心的照片 我也看了觉得很幸福 我就觉得这一切真值得这样 好这就是我第九个成就 寄新年礼物给家人 然后第十个呢 就是改造新加坡的租屋处 嗯如果你对我改造新加坡租屋处 有兴趣的话 会把那个连结放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种改造之后呢 我真的很喜欢待在家 然后每次回到家就觉得很舒服 因为虽然房子是用租的 但是生活是自己的 虽然是花自己的钱改造 不过我觉得改造之后的每一个日子 我都觉得很放松 然后回到家都心情很好 好这是我十个 第十个成就改造新加坡的租屋处 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五堂最宝贵的教训 错误和教训是存在着 除非你是意识到你的错误 不然它就会一直存在 你就可能没有办法去改进 然后呢我学到最五堂的宝贵教训 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丢了地铁卡 因为我有时候很忙 然后上班或下班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想很多事情 然后就会记录在手机 或者是要剪片 进我手机 然后有一次我就不小心把我的地铁卡 而且我才刚存好钱 里面有五十块新币 可能是台币两三千吧 然后就随手一放 放在隔壁的那个空位置 结果就不见 我下车就忘记拿了 所以我就弄掉了我的地铁卡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质责 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面我就学到 虽然事情很多要素里 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然后在允许的状况下提前做准备 第二个就是前几天 我把自己板锁在厕所 因为那个门是有个栓的 学校的门是有个栓的 怕小朋友会进去 所以是你外面的那个栓栓住之后 里面是打不开的 然后我就往上班之后 我一关门我就听到 响的声音 我就把我自己锁在里面了 然后我就没办法出去 我就一直敲门 一直敲门 一直敲门 就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助 因为里面是没有传户 就是密闭空间 然后从这件事情 我就学到 要再更谨慎 然后更小心一点 不然今天如果是 一件小小的举动 然后有可能造成 自己的伤害或受伤 那就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 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发现 要好好谨慎 有时候要慢下 然后去做 再更慢一点 然后去做每一件事情 第三个就是 其实我一直对投资理财 还是不太擅长的 然后一直都有在 看投资理财的时候 可是可能不了解吧 然后也害怕 就小小的逃避 就还没有开始 投资理财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第三点就是 因为害怕不懂 还没有开始投资理财 这也是我在 新的一年 我会给自己 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真的要开始 投资理财 投资理财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要开始窒息的 到时候 可能会再做愿景班 在新的一年 做目标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我要怎么去 执行投资理财 这样子 好 再来就是第四个 小小班 就是PM班 PM班的年纪是 最大就是两岁 一岁半到两岁 对 然后他们真的很小 然后皮肤很冷 有时候指甲 没有剪 没有剪的很短 或者是 你可能手上戴的一些 戒指啊 或者是 手饰是 可能突突的 他们的皮肤很容易化散 化破 所以 最宝贵的教训就是 有时候指甲 要去注意 就是你可能很小 小到这样的细节 你有可能都会受 让他们受伤 对他们 然后会 要更小心 更仔细 他们的生命 是很脆弱的 第五个 就是我的生命走期 就是一直没有到很顺 然后 可能 不知道是饮食 还是生活作息 还是 给自己的压力 或步调太快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 可以让我意识到 再放慢角度 然后再去思考一下 要怎么安排会比较好 因为你身体出的每一个状况 或反应都是呈现在于 不管是心理或身体状态 都是需要去意识 他才会出状况 然后我觉得 从身体的不适 去意识到你身体或心理 是哪里是缺乏的 好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五堂最宝贵的教训 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问题就是 五件你做的最棒的决定 然后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让你意识到 你对于决策这件事情 可以更加的敏感 然后有了正确的决定之后呢 再往后可以做出更棒的决定 所以现在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五件你觉得你做的 最棒的决定是什么 接下来的第一个 就是代批恩 代批恩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件 比较有挑战的事情 因为他们很小 就是很容易受伤 然后我本人觉得 可能 还没有到非常非常的信心 但是呢 还是给自己挑战 在2021年的时候 我有跟校长说 我可不可以退回当主教 然后去跟不同的老师学习 那个校长人也真的非常好 他就让我 有一段时间是当主教 然后去PN班级 然后去当助理老师去学习 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 做得很棒的决定 因为在那一段期间之后 我真的学到很多 然后现在呢 我又 我接到的班级是代批恩 然后让我可以更上手 然后更清楚知道 要怎么去做班级经营 跟去管理他们 第二个决定就是 逃脱舒适却 然后前进往下一个分校 因为我搬来跟圣影师做 所以我就有申请吊校 然后吊校的时候呢 原本是要直接过去调校的那一个分校 可是因为校长跟我说 有一个分校需要帮忙 问我愿不愿意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好 没关系我就去帮忙这样子 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呢 那个校长就有留我下来 他就说要不要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也很犹豫 因为我也觉得那个分校很好 然后也开始有想要安逸的心态 觉得下一个分校要有时候写很多人的事物 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 我要往前进 然后我喜欢学新的东西 然后每个分校我觉得都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勇敢的往前进 虽然刚开始去新的分校有一个过渡 就要去适应所有的事物啊 然后人啊 然后一些处理的文件上面的方法 可能也许也有一些不同需要时间去适应的 不过我还是往前进了 然后目前我现在已经到了那个新的分校 觉得很开心 然后也认识了不同的朋友 然后也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幸好我有往前进 我的第二个最棒的决定就是前往新的分校 第三个呢 就是与摄影师确定关系 觉得是我做的很棒的决定的之一 因为其实我对于感情不太有信心吧 就是一直觉得在感情这一方面 可能是我觉得比较弱的地方 比较没有自信的地方 所以呢那时候 要刚跟摄影师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点的害怕 然后没有很坚定 不过是感谢他让我很 给我很多信心啊 让我很勇敢的可以跟他确定关系 然后我觉得跟他确定关系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他真的在我生活上支持我很多 不管是心理生理 然后我也觉得他是一个让我可以学到很多的人 就是除了可以当亲人也可以当朋友 第四个最棒的决定就是改造房子 幸好我有改造 真的很喜欢待在家 因为我觉得上班很忙碌的 回到家有一个舒服 干净的环境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一上班都很累了 回到家就是想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 会让你心情很好 虽然改造花了真的不少钱 不过我觉得一切非常的值得 我觉得待在家就觉得 好像在咖啡厅 觉得很开心 做起来的菜也特别的好吃 所以我觉得改造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棒的决定 第一个就是最棒的决定就是 我允许自己放慢脚步 然后接受低潮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个性会比较急吧 就是而且也会比较自责自己嘛 就可能也许会对自己太严格了 然后低潮的时候或者是事情做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自己怎么做不好 不过现在呢 我会愿意的放慢脚步 然后跟自己说 低潮没有关系 低潮也是一个会经历的事情 然后低潮其实也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你要去接纳它 然后在今年呢 我再面对我的低潮 或者是我觉得我真的很累了 我就会允许自己放下脚步 然后去接受低潮 然后也会去细细品味 低潮带给我什么 第四个问题就是 三件你觉得你最冒险的事是什么 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一件事件 也许可能是心里面的突破 心里面跨越你不敢 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 也是一个冒险的事 因为呢 为什么要列下这个呢 就是如果你有冒险 代表你有扩大你的舒适权 然后呢 可以去让你思考 你有没有扩大 你有没有在前进 有没有在进步 第一个就是说英文 其实我对于英文 一直很没有自信 然后也一直在突破 然后我也有分享一支影片 就是说我是怎么在新加坡 进进英文的 现在听力 我觉得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简单的沟通交流 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觉得我还没有专业到 可以就是比如说分享一些 教学经验 然后代班方式 因为我学校有说要分享一些 你的代班方式 你的教学心愿 在开会的时候 对我觉得我还没有专业到 可以完全的很流顺的去呈现 去说这样子 因为我有挑战自己 然后觉得冒险的是 我们要分享 你是怎么布置你教室的环境 然后开会是有英文老师 就全部老师都在里面 然后我准备的PPT都是 华语的 其实在那之前 我已经有用英文去顺过一次 我到底要怎么讲 不过那时候当下 校长就问我说 你要用华语 还是用英文去分享 我就跟他讲说 我想试试看英文 可是还是很紧张 然后就语句很不顺 然后就很紧张这样子 所以就没有挑战成功 用英文完整的呈现 就是最后 还是有老师帮忙我做翻译 然后去呈现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件 跳脱自己内心的恐惧 然后去做 愿意去冒险 做这件事情 就是跟校长 然后在大家面前说 我愿意用英文试试看 虽然试的结果不是很理想 不过我觉得 这也是对我一个徒步 然后让我更有动力的 再去为我的英文去进步 然后去努力 我现在以前进步的事 我几乎都听着懂在讲什么 然后基本上的交流啊 沟通是没有问题 只是还要再更专业一点的 去可以用英文的方式 去呈现 比较专业的知识跟内容 第二个呢 就是带PN 其实我真的一直很害怕 去带很小baby 对 不过在这一年呢 我突破的事情 就是我去带PN 然后我现在觉得PN 也是蛮可爱的 就是他们真的很疗愈 然后从他们身上 也是看到大孩子身上 没有的特点 然后不同的收获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带PN 第三个呢 就是没有选择安逸 然后前进到下一个校区 这是我刚刚有分享的 我很感谢自己做出这个冒险的决定 因为我在这边也学到了很多 然后认识了不一样的朋友 好 这是我第三个 我觉得冒险的事情 好 代表我有进步哦 就是写完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要是一个鼓励肯定自己的机会 让自己更有动力 觉得其实在过去的一年 我也是有尝试的突破自己 然后有扩大自己的舒适权 第五个问题就是 无界你觉得最值得感恩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 我也觉得还蛮棒的 就是他有分享 如果只是负面 你一直保持负面 你会觉得很黑暗 然后问这个问题 你可以去意识到其实是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 然后还有很多很可以感恩跟庆幸的事情 那你思考完呢 就会觉得世界很明亮充满希望 没错就是我 列完这个之后 我真的写到不能再多诶 就是我觉得感恩的事情真的很多 其实生活上面有很多小幸运 其实不一定要专注在不好或难过的地方 有时候好的还是存在 只是我们去忽略了 第一个 虽然疫情的关系我不能回家 不过呢 我觉得在这个疫情之下呢 我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健康 工作啊 也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被裁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感恩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 真的真的觉得我的身边遇到的每一个人 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新加坡 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好 然后很帮忙的 第三个就是 刚刚有提到的我被自己反锁在厕所的时候 有老师来救我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慌张 我那时候没有带手机然后又是拧笔的空间 我就一直敲门一直敲门 很怕没有人发现我 对不过没有等太久就老师救我 真的是save my life 那时候是一个马来老师吧 马来老师救我 我就他打开那一瞬间我就 超感谢他的 所以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 谢谢你们 在看影片的你们 我的频道快播一千订阅哦 最差一点点就是赶快帮忙我 达到一千订阅然后给自己一个突破的新闻看 不过我已经觉得很幸运 然后很感谢这这些朋友 在看影片的朋友你们愿意支持我 然后给我按赞 默默支持我的每一个朋友 就是很谢谢你们真的 第五个呢 想感恩的事情就是 家人 就是我在我台湾的家人 因为其实我在新加坡 很多证件很多文件 或者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回台湾 处理一些上面的资料 然后我弟弟 然后还有我爸爸妈妈 他们都是会去support我 然后去支出帮我处理 就是他们也要上班 可是他们会愿意去帮忙你 就是去办事情 然后去跑一些地方去处理 其实是 他们也是有工作压力的 可是他们愿意这样子付出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 尤其是我的弟弟 就我每次讯息台 我都很不好意思 可是他还是愿意去帮我处理 然后我都一直跟他说谢谢 可是他也没有任何的埋怨 或者是没有说拒绝我 然后也没有抱怨 觉得我很烦 然后还是依然的帮助我 就觉得很感谢 弟弟你有在看吗 真的很谢谢你 然后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妈 谢谢你们支持我 然后一直帮我处理一些 文件上面的资料 我建议你最值得感恩的事情 然后你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啊 当我列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 世界真的还是有很多 很值得你去谢谢的 不会的这么低潮 然后觉得好像 会提醒自己要去关注感谢的人 不一定只有负面跟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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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